好我们接下来看负分数的导数 负分数的导数跟分数的导数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当两个数相乘为1 它的定义就是两个数相乘等于1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两个数字叫做导数 举个例子来说 3跟这个三分之一乘起来等于1 所以呢3和三分之一互为导数 这是以前的例子 你还可以举很多 比方讲说是三分之二跟二分之三 乘起来等于1 所以呢这个三分之二跟二分之三 也是一样互为导数 那还有什么例子呢 我们举个负的 负的四分之三 乘以多少会等于1呢 负的四分之三乘以 因为这个1是正的 所以你乘出来的这个数字一定是要负的 负的三分之四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负的四分之三 还有负的三分之四 它互为导数 这个就是导数的意义 那有些同学就讲了 那如果是负一又四分之三的导数 到底是多少呢 负一又四分之三 到底带分数的导数怎么计算 是不是负一又三分之四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负一又三分之四 乘起来会不会等于1呢 我们把这个带分数呢 改成假分数 一又四分之三 叫做负四分之七 乘以负一又三分之四 叫做三分之七 乘起来不会等于1 它是等于十二分之四十九 不是等于1 所以负一又四分之三 和负一又三分之四 不是导数 这个不是 那到底负一又四分之三的导数 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负一又四分之三的导数 我们可以先把它改写成 假分数 它是负四分之七 负四分之七 乘以多少会等于1呢 很清楚的你可以知道 负四分之七就乘以负七分之四 这两个乘起来 才会等于1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负一又四分之三 的导数是负七分之四 这两个互为导数 遇到带分数 你必须要把它改成 假分数来看 才知道它的导数是多少 就是它的导数导数